第五周期 第五周期 第六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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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辉 你这儿都干嘛啦 你这儿都干嘛啦 没干嘛呀 怎么了 来这儿 不是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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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干嘛呢 你居然敢跟外人造谣说我脑子不好 你怎么不是我神经病了你 不是 这事 这消息 你这传得也忒快了点吧 不是 姐姐 你这 别生气啊 我呢 也不是不意的 我就是随口弄你说 谁谁让你们非逼着我相信去 你还有理了 我看你这么一闹 还有谁敢跟你介绍对象 没人介绍更好 轻盈些 少说那些没用的 我问你啊 今儿找谁装的我呀 不是 姐 你这一大晚上呢 不睡觉就在这儿候着我 就为这事啊 甭打场 你明儿不上班了 说 谁 没谁啊 我就是在大街上 随便拽了那么一个人 给他点钱 是吧 就把这事给办了 行 施老慧啊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混过了这一关还有下一关呢 明儿爸让你回家 我看你怎么跟妈妈解释 嗯 小慧啊 你这是开玩笑呢 是你这么干 你 您让爸爸怎么跟介绍人解释啊 按这事也不能怪我了 谁让你们俩不敬我同意 又瞎替我做主呢 怎么说话呢 合着我们自作多情多管闲事了是不是 爸 我不是这意思 我就 我就不太想去相亲 我想去相亲没关系 是吧 说出你的道理来 你不能恶作剧也在哪 小慧 你看你现在也不小了 是不是 二十好几了 那还玩呢 还不收收新定定性啊 我和你爸爸现在岁数越来越大了 我们都老了 我们想看到的什么 不就想看到你和姐姐你们早点成家立业 这只安安稳稳的 我们心里多高兴啊 这我都能理解 但是 你们至少也得 征求下我的意见吧 是不是 不能就 你们说怎样就怎样 随便拽一个人就推给我 至少你们俩得问问我喜欢什么样的 是不是 现在有没有女朋友了 是吧 那这么说你现在有女朋友了 那好啊 要是真有女朋友 就带回来让我们看一看 如果没有啊 就要依着我们的安排去相亲去 不过我跟你说啊 你那些所谓什么 逛大街混歌厅的那些胡朋狗友 千万别给我们带回来 什么意思呀爸 你怎么知道我身边都是逛大街混歌厅的 你还一大学教授呢 没评没剧的你张嘴就来啊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没教养 我要没教养 那也是你们俩教的 顶嘴 爸 妈 谭小爱怎么样 这 不 不是 这这 不可能 那是什么忽然冒出来谭小爱 这 这 这怎么就不行了 人家谭小爱不逛大街不混歌厅 是吧 能干活 诚实 账业 而且你看她那坨绝对能生意大方小 行啦 这不可能的事瞎想什么呀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你知道吗 对 我还不信嘞 越是不可能的事 我越得让它变成真的 你们俩就等着抱孙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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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你俩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跟许晓辉干吗去了 没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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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信呢 你骗鬼呢吧你 就一点私事你就别问了 私事 你们俩都有私事了 我告诉你谭小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天大满八节 我们老板就是为了勾引他 又洗衣服又做饭 手段挺新的 我告诉你 你那点小手段太嫩了一点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被男人甩了你心里空虚记忆我 你想找一个人做依靠对不对 对不起你找错人了 不看看你那身段你那模样 还想一步登天嫁与北京人 你比人大那么多 人家看得上你吗 仨怕那儿照着自己什么模样 要别 陆芬英 我没招你没惹你 你干啥这么跟我说话 我这好心提醒你 我告诉你 你老实点回乡下找人家的得了 一天到晚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告诉你 你这样被人再甩了 你哭都没地儿哭去 我嫁现在是我自己的事 他也不是天鹅 我也不是赖蛤蟆 我想干嘛你就我就干嘛 我就是了 就是了怎么样怎么样 让他说他 让他上车 不去 让你上车你就上车 不说清楚就是不去 鹰子 打从今儿起 小艾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什么 你疯了你 我没疯 我要娶你 嫁不嫁 我徐晓辉是一个什么人 你应该清楚 打架惹事进过局子 当我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 都坦坦荡荡 没干过任何一件 偷鸡摸狗的事情 我就这么一人 敢不敢嫁 看看看看 被我说中了吧 你就是不要脸 你就是为了勾引他 加以北京人 你得意了吧 你得意了吧 你不要脸 我叫不要脸了 我就想加以北京人 怎么了错了吗 薛晓辉 你敢去 我就敢嫁 我就喜欢你这爽快劲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 走 刘慧 你给我躺着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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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人家的问人 找我呀 找我呀 你别想来 你给我找我呀 我还不行 我给你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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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我换你了 抓住我 快 抓住我 不行了 我就不信抓不着你 怎么样 再比别人有本事 跑不动了 你太有事了 跑不动了 小艾 怎么样 好玩吗 好玩 长城真美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想到长城 没想到 你带我来了 谢谢你啊 小慧 先生 什么呀 吃了就知道了 好 不能吐啊 你一定要给他吃了 好吃吧 好吃吧 这 什么呀 巧克力呀 啊 这就是巧克力呀 啊 你怎么不说一声 你这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呢 我 嗯 好吃 好 嫁给我 我让你吃一辈子巧克力 嗯 谁说的嫁给你了 怎么着啊 怎么着啊 刚才在摊上说的话 不做数了 说什么了 只要我敢娶 你就敢嫁 我说的就是气话 气话 你谈下爱什么人啊 却得跟驴一样的 啊 你会说气话 拿这种事儿 你就算跟别人置气 置到天上去 你也不至于拿这种事儿当气话说 承认吧 就说你喜欢我 那好吧 嗯 那你告诉我 你喜欢我什么 喜欢你什么 这我也说不清楚 喜欢我什么你都说不清楚 还要让我跟您好 反正我就喜欢你身上有股 跟所有人不一样的劲儿 我才不信你 我喜欢你身上的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劲儿 嫁给我 还有巧克力吗 我那还有比巧克力更甜 真的 还很甜 嗯 抱怨我呀 抱怨我呀 妈 你说小慧她是不是疯了 我跟你爸听见这事儿啊 也吓了一跳 你说这两个人八端子打不着 怎么能凑到一块呢 小艾她不是从咱们家走了吗 怎么又沾上小灰了呢 不知道 前段时间 小灰带着小艾去广州进了次货 回来以后呢小艾就搬走了 结果吧 小灰天天去找小艾 天天上她住的这儿去吃饭 我当时以为值得她玩性大 也没往心里去 谁找她来这么一出啊 哎妈 小灰跟小艾在一块儿 你和爸可千万不能同意啊 你放心吧 结婚又不是儿戏 我们绝不能让小灰这么游着醒子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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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这么晚了不睡啊 你这干嘛呢你 不是姐你干嘛呢你 这大晚上的跟个门认识 这吐这儿不让我过去啊 你没什么跟我说吗 天儿也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吧 不是这些 那我不是吧 甭跟我装啊 我跟你装什么了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您啊 您这 大晚上的要是救院 在这儿当门神 那您就在这儿坐上呗 老得先睡啊 哎 进去 保明哥 快进来 快坐 这么几天 看你老早出晚归的 也见不着你人 你忙啥呢呀 哎 刚才听见摩托车响 是不是徐晓辉把你送回来的 啊 啊 保明哥 点钱 徐晓辉 跟我求婚了 啊 哎 哎 小艾 不行啊 那徐晓辉花里胡哨的 嗯 靠不住 不踏实 你俩不是一路人 保明你也说一句 小艾 你觉得徐晓辉 怎么样 挺好的 他 对我很好 而且 很仗义 是 徐晓辉挺仗义的 我也看出来了 如果他真心对你好的话 我觉得挺合适的 你看啊 徐晓辉 他是北京户口 家里条件也好 你跟了他的话 过日子就不愁了 是吧 你可别看出点点钱啊 小艾 哎呀 你们俩真是的 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了解我呀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不图他们钱 小艾 我知道 你不是图这个 可是结婚过日子 这点也得考虑到 徐晓辉这点挺合适的 可是 他的家人会同意吗 你以前跟曹立章定过婚 徐晓辉有个姐姐徐晓辉 挺厉害的 我怕你 过去会受苦 不过 小艾 只要你想好了 你决定了 我跟建群 支持你 我们支持 走走走 我不同意啊 走走走走走走 小艾 小艾我不同意 你能告诉我 你跟谭小艾到底怎么回事吗 我要娶她 我要娶她呀 为什么呀 你和爸妈不都是着急想让我结婚吗 那我觉得她挺合适 她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了 谁啊 这往常一提小艾你就跟炸了锅似的 这是怎么了 这么冷静啊 小灰 我承认因为小艾以前跟立章的关系 我对她是有一些偏见 对待她的方式呢 也是太过激了 可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整天那么吵吵啊 弄得自己跟泼妇似的 姐以前是那样的吗 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爸妈为什么不同意 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做错的唯一一 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让你去对付她 我一直以为 你都经历社会那么长时间了 你什么事情 什么人能够看得很明白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就被这么一个女人给拿住了 你跟她真的不合适 你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你想想 她要是娶进门了 以后我们大家过年过节的 大家总得在一块儿吃饭吧 那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以前跟曹立章是什么关系 你 你想想以后那样 大家在一起是相处的情形 那得多尴尬呀 是吧 是吧 你能想通就太好了 那你 可以不嫁给曹立章吧 是吗 你能想通就太好了 带小爱 带小爱 你给我出来 你出发 defines他的 null 算了 不用 kald 你们俩说爱吃点苦头 正好忘了晓辉 我说你 能不能离我们家徐晓辉远点啊 我知道 因为曹立章的事 你对我怀恨在心 但是我告诉你 你休想利用徐晓辉来报复我 我不会让你得逞 那你先坐着 徐晓媛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都不恨曹立章了 我干啥恨你啊 再说了 我也没必要拿自己感情 跟你在这儿赌气吧 你装什么糊涂呢 你天天装什么无辜呢 我管你跟谁赌气呢 你离我们家徐晓辉远点就行 我说你妈 是不是从小没教会你 强扭得瓜不甜啊 我说你 我得去看看 不然小孩要吃亏的 你谁管了 你吐什么呢你 这是我跟徐晓辉自己的事情 谁也管不了 姐 你跑这儿闹什么呀 赶紧回家去 你太小了 你不懂事 我怕你被这个女人给梦了我 谁不懂事啊 我看你不懂事 你就当着这么多女人面 这么跟我说话你 不是 那你都这样了 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 能不能别在这儿闹 赶紧回家去啊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姐啊 你要这样 我真不当你是我姐了 行 为了她是吧 你亲疏远近都分不清了是不是 赶紧回家吧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行吗 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姐 你别叫我姐 我姐刚在家叫我齐命了 你放心啊 行了 没事 没人跟她计较 宝萍 靳 对不起啊 我姐打扰你们睡觉了 你姐不想当你姐了 我当你姐呗 姐 放放放 放放放 干什么你 你赶紧回去 那我回 那我回去了 我回去 你快去吧 爹 爹 妈 考戴人都那样对你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吧 没事 睡觉 上上 你怎么来了 接你啊 晓辉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 我还是觉得 咱俩不合适 你想想啊 我比你大那么多 我又是农村来的 我 哪那么多废话呀 这种事还带反复呢 上车 报警了啊 好 好 烫 烫 行行行行 我离远点我离远点 你给我弄成什么样呀 弄完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可别给我弄得我出不了门啊 暖和吧 嗯 是怎么做的 好了吗 没了 我已经做了三小时了 这出了什么呀 不是啊 一个多小时了啊 再不出来关门了啊 今天不开门了啊 好 有人吗 没人 出来吧 真的 真的 来吧 来吧 你 站那儿去 看看那儿衣服 他们都笑我 这样人家就看不见是我了吧 你别叫我名字啊 衣服 衣服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新到的混了 时尚高档的衣服了啊 来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你 过来 看点衣服 好 来一件吧 嗯 这挺好看啊 这多少钱一件 当然挺好看了 这件 五十 五十啊 行 那你给我来一件吧 来五十 来 脚好了 再来啊 行 哎 我真的挺像你的啊 特别像你 好看吗 好看 真的好看吗 你看 我人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呢 哎 我刚才照着照镜子 特像模糊 有一年他 他在 他在春节晚会上唱歌 你从哪里来来 我 不是 是这样的 你从哪里来 我的一朋友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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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唱个完整的 真的滴 真棒啊一唱 来来来来 哎 衣服来来来来来 来这来这儿衣服 哎呦 来来这儿衣服吧 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等你好久了 你等我干嘛呀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说吧 咱们进去说呗 有话就在这儿说 进去干嘛呀 那我问你 你和谭小艾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们是不是已经 有有有有有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真的 问完了 问完了 走吧 我真走了 老爸 你不趁走 你还趁 准备在这儿干嘛呀 走吧 走 走 跟你说啊 下次这路上注意安全啊 走吧 爸 老爸来吧 哎呀 李章啥时候来呀 说是下班就过来 哦 啊 那个 小元 不是让小灰回去吃饭 你给打电话了吗 要说您跟她说 我可不跟她说 哦 你们俩又怎么了 还是不因为谭小艾的事啊 这碗子里头 来爸妈 你说咱也是北京的 找上媳妇 爱不计也不能找一村姑啊 你这孩子 现在还哪有那么多地域等级观念啊 要我说小元说的这对啊 这找儿媳妇可是大事 对吧 你说牵扯到以后孩子的户口啊 上学啊 好多问题呢 你说小灰他混 不讲理不懂事 咱们当父母的可不能装糊涂 可不能像我们当年似的 把孩子扔到奶奶家 什么都管不了 这孩子教育的问题都耽误了 小灰啊 也许就是一句气话 不用当真 爸 小灰当没当真我不知道 那谭小艾绝对当真 我说你们两个该管的时候可得管啊 我怕到时候小灰吃亏 我觉得这事还没准小灰她自己单相思呢 剃头挑的一头热 要不这事咱们就好好的跟小艾解释解释 别到时候把人家闺女给耽误了 就知道吃 这么大一伙人坐人看不见啊 你也不在这儿啊 你干吗去了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你也得收拾货让我去取 走 跟我回家去 干什么 我爸妈让我回家吃饭 我带你一块去 那我可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你是我未过门的媳妇 这媳妇的媳妇 还不是呢 多不好呢 还不好意思了叫你媳妇 你姐在吗 在 不去 有我在你怕什么呀 再说了 再丑的媳妇也得见公婆是不是 那好吧 给你们家买点什么呀 这用你操心 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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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走 走 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你说她来干什么呀 我带她回来吃饭呗 怎么着 不许你带曹立章回来 不许我带谭小艾啊 我跟你不一样 咱俩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哪儿不一样呢 我跟曹立章是爸妈同意的 你跟谭小艾是爸妈不同的 你跟曹立章是爸妈同意的 我还不信这邪了 以后再说吧 以后再说吧 以后再说 你弄什么呀 我还不信了 我带我女朋友回来吃饭 我看今儿谁敢拦着 指什么指什么呀 走 我还不信这邪了 我让开 让开 来 妈 爸 爸 秀姨 秀姨 这爸妈买的东西 给爸妈 这个是给你们了 这个挺烫的 我放肆 来来来 爸 这是小艾给你们买的 谢谢小艾 上班坐下来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先坐下 我给你弄点水喝啊 好 立章 来 来 吃饭 来来来来 爸 吃饭 小艾 什么意思啊 小艾的饭呢 我不饿 怎么就不饿了 就不饿了 你吃你得饿了 说说的 你吃 要么你把它吃了 你要给它吃 你就自己也别吃了 你们这事儿 我真不饿了 我不饿了 吃饭 喝一杯 吃饭 小艾 别说了 来来来来 快吃饭快 吃饭 小辉 来 谢谢爸 谁 小艾 别说了 来个排骨 吃你吃 吃你 吃你 这个立章喜欢吃 我喜欢吃油煎丸子 咱吃丸子 什么意思啊 都吃不吃了 跟我进窝 我还不信这邪了 小艾踏实在吃饭 我说薛辉 你是不是就是成心想让这个家过不安生啊 我看是你想让这家过不安生吧 你就不能听姐一句劝吗 只要你跟谭小艾断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姐出去给你找去行吗 行啊 那你帮我找一个跟外面那个一模样的 那你帮我找一个跟外面那个一模样的 阿姨 吃 吃吧 叔 你 我我我我饭前的药呢 哦 我我我我给你放下来了 来来来 我给你拿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了 太小艾 我真没看出来 你不简单哪 我怎么不简单了 你怎么跟徐晓归弄一块去了 不行吗 是 你找的我啊 没有分的好工作 但是作为同乡 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你啊就赶紧回家好好安安生生再找个人家 需要个什么人啊 你敢跟他来往 好人 你了解他吗 他比你好多了 最起码比你厚的 好人 还厚的 嗯 我知道 你想脱离农家的身份 但你也不能拿婚姻做挑拌呢 啊 你这付出的代价也太惨重了吧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这人屁 为了脱离农家啊 你就不咱手段的你 嗯 哎 什么回事 怎么了 啊 孙子 你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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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你这位 他不饿了 你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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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小飞呢 别这么冲动啊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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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干吗去啊 你松开 我不松开 你松开 不是 你干吗去啊 有必要走吗 要走也是我姐走 你走什么呀 咋了算 没教养 妈 妈 您这是说谁没教养呢 说你呢 这好意思 说你呢 还不给我谭小灰闹了呀 你们也不是三岁四岁的孩子了 那怎么能这样呢 没教养 妈 您也别有事没事 就把有教养没教养挂嘴边啊 再说了 这事也不能光听我姐的 人家谭小灰一点错都没有 要有错也都是我的错 我把话撂上了啊 谭小艾我取定了 你 小灰啊 爸爸妈妈不是反对你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咱们不能太草率了呀 不能因为跟爸爸妈妈置气你就 爸 我不是因为跟你们置气 我才想娶谭小艾的 我是认真的 我是真喜欢她 我觉得跟她在一块自在舒服 再说了 之前你们不也挺喜欢谭小艾的吗 怎么到我头上就不行了 小灰 妈妈没有觉得谭小艾不好 我只是觉得她跟你在一起 你们俩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你想想啊 小艾呢 现在是想马上结婚生孩子 可你不是啊 你现在 你现在还没定性呢 你这边把人家给耽误了吗 我怎么就把人家给耽误了 谁说我没定性呢 你们怎么知道我结婚 就不想踏踏实实过日的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的 关你什么事啊 我的意思是说 谭小艾她是农村户口 农村的怎么了 不是 你知道现在政策是什么吗 现在的政策呀 是孩子随母亲的户口 你说这将来你们俩有了孩子 如果上了农村户口 那孩子这个 上学 工作 这 这麻烦事可是太多了 不就是结个婚吗 哪来这么多事啊 不是这样的 小慧 你结婚 你要为下一代想想 那我不生孩子总行了吧 好解释 对了 更重要的是 谭小艾比你大五岁 大五岁怎么了 女大五不吃苦 什么理论 什么逻辑 人家都说 女大五赛老母 那赛老母不就不吃苦吗 你这孩子就是油盐不尽 妈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是不是 那好 我今天把话放着 谭小艾做我们的儿媳妇 我不同意 凭什么不同意啊 是我结婚我娶媳妇 又不是你们娶媳妇 凭什么干涉我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是你妈 你是我妈也不能干涉 我就有权利干涉你 行 你有权利干涉 但我有权利不听 别吵了 轩辉我告诉你 你一举谭小艾我坚决不同意 那你嫁给曹理商 我还不同意呢 我家关你屁事啊 那我举关你屁事啊 这你都给我取定了 这你都给我取定了 小艾啊 出去 过去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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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来 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你 你干什么你 你给我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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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你啊 你干吗呀你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别在我们这蹭饭了 你别来找我了 为什么呀 咱俩以后没什么关系了 凭什么呀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 不凭什么 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不行啊我不同意 我同意 你同意没有用啊 就这么定了 这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就这么定了 不行 你没看出来吗 你们家没一个喜欢我的 谁说我们家没一个喜欢你的呀 我说的 有一个 谁 我 那不管你 谁说不管你 那两个人要是结婚了 总不能一辈子不见 你们家人吧 他们要继续这么对你的话 我还真敢一辈子不见他们了